这个睡莲 它是很喜欢太阳的哦 这个太阳不出来 它都不把花朵开出来 又给我闭合着 马上太阳就会晒过来了 我又能看到非常鲜的花啦 哦 这个红龙第一朵花就要开出来了 真的好漂亮啊 好喜欢 好鲜啊 这种通红通红的颜色 再加上这种包包的花朵 好爱好爱好行 天气热 这个草莓红的就是快几天时间 这个草莓就通红通红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颗草莓很像一个星形的哦 真的好漂亮哦 大家来吃了 有点不舍得吃 真的很漂亮 全身通红 哇 这个时候的草莓真的非常非常甜 很好吃 就是太少了不够吃 因为这个风太大太大了 所以这个圣鱼果的枝条都吹到了 压着我的蓝莓 好在这个圣鱼果的枝条比较轻 被蓝莓造成 不料是什么影响 现在要把它赶紧返回到这个竹子上面吃 没什么事 其实就是这样的 这个圣鱼果的枝条比较 要不够吃 很久不够吃 даже不够吃 这么小的水 所以把蓝莓的枝条比较 也不够吃 所以每天都不够吃 要不够吃 有什么东西 就会吃